我从事的专业是食品工程 食品工程是什么东西呢 食品工程就是如何用工程的手段 使到我们加工出来的食品 更卫生 更安全 营养价值更高 那么它就涉及到如何优化加工工艺 如何设计加工流程 如何设计设备等等 使到我们最终出来的食品是安全的 我有很多新的科研成果 新的科研成果都是在国内的企业落地 起一个例子就是美帝集团 这是一个很大的免疫企业 美帝微波炉大家都用得非常广 所有的人都在用微波炉 但是微波炉有一个最大的在使用 微波炉进行解冻的时候 它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肉品在微波炉解冻完了以后 你解冻是不均匀的 有些地方是熟的 有些地方是生的 我们通过跟美帝合作 我们在跟美帝成立了滑南理工大协 美帝微波视频联合中心 我们是十年的合作计划 合作项目 然后通过前三年的摩梭 我们彻底的解决了这个企业的技术瓶颈 这不仅仅是解决了美帝的技术瓶颈 而解决了整个行业微波炉的技术瓶颈 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从205年底 美帝新上市的26款微波炉 全部把我们这个技术都用到里头去 现在你用它新型的微波炉 解冻不会出现任何解冻不均匀的现象 就是肉品拿出来在里头解冻 你可以解冻完了以后 刚好这个肉品本身还是硬的 但是可以切成肉片 非常非常薄的肉片 非常适合于我们中国这种饮食 还有烹饪习惯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 如果天津这边 我相信就是只有企业有需求 我们一般都是能够满足企业的要求 所以天津这边 关键就是看有没有大型的企业 吸入我们一些技术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里进行应用 咱们这个一带一路 实际上是咱们国家走出去的一个重大国策之一 那么现在就说从国家战略层面上 我们更多的是考虑 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吧 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 我就想说 咱们中国企业走出去 可能又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这个一风而上 我们企业 国内的企业经常是这样的 就是说哪个国家可以赚钱 哪个行业可以赚钱 他们一下子全部就上气了 那么这一点是要避免的 为什么要避免的 因为呢 这会形成无序的竞争 形成无序的竞争最后会导致就是本地 它会压架 最后真的损失是咱们中国企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又注意呢 就是又有这个 又注意这个品牌秀应 就是咱们中国企业出去 一定要筛选 就是能有代表性的 能够代表国内水平的这种企业出去 而不是说一般的企业 特别是落后技术 高能耗的这种数以西洋 产业的企业 一定又限制它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咱们国家的一带一路 并不是搞一年两年 我们西洋都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 可以就是 十年几十年都一直发展下去的 所以呢 这个品牌秀应就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第二点西洋注意的 第三点西洋注意的呢 就是西洋进行精准的对接 精准的对接 就是说我们又看 这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究竟是切什么东西 我们来做什么东西 这样呢 有敌方式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提高这个成效 第四点呢 还有就是又特别又注意当地的这个文化 宗教 还有这个信仰 又充分尊重他们这方面的风俗习惯 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 沿线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特别是有些国家对宗教是特别敏感的 所以呢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这一点又特别注意 而有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 在当地活球活人在牵线搭球的时候呢 又注意这个 吊子不要太高 吊子太高呢 很容易引起这个当地人的反感 因为呢 他们本地人会觉得中国人进来就是来抢饭碗 所以呢 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在国外待的时间很长 所以对于这方面 就是有所了解 除此之外呢 就是在一带一路建设里面呢 就是 虽然企业走出去非常非常重要 它可以取得这个成锈快 然后锈一好这种目的 但是呢 如果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 企业走出去呢 对于 还是不够全面 所以呢 在走出去的期间呢 我们还要注意 四个方面的走出去 一个呢 就是就义走出去 一个呢 是资源走出去 一个呢 是科技走出去 还有一个就是文化走出去 就义走出去呢 特别是高等就义 那么也就是人才走出去 就义走出去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以前一路 延代国家就义水平一般都比较低下 所以就义走出去就特别显得更加重要 第二个走出去呢 就是资源走出去 资源走出去呢 就是说在国外建立这个研发机构 建立这个实验室 建立这个研发平台 利用一带一路国家的智力资源 来为我们所用 这就资源走出去 也就是可以通过资源走出去 我们把智慧引进来 第三个走出去呢 就是科技走出去 我们可以像欧洲或者美国这种国家一样 他们设立开放基金 开放的竞争性的科研项目 让一带一路国家的优秀的科研队伍来进行参与 来进行竞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走一条 就培养研究应用的这样的路子 来建立起海外 移植比较强的科研队伍 来为我们所用这些科研走出去 那么科研走出去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注意 这个提升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个会议权 来促进咱们国家 这个国际上的活生活力的平台的建设 最后一个呢就是文化走出去 也就是软实力走出去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就是像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 现在已经在做 就是像孔子学院之类的大型文化项目 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一方面的那个推进 进一步提升咱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从而提升咱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看来 感谢观看